一个国际调查小组表示 有强烈迹象表明 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向2014年在乌克兰东部 击落马航MH-17航班的分裂分子提供导弹 但荷兰的国际联合调查组的成员表示 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 起诉更多嫌疑人 于是暂停了对这起悲剧长达8年半的调查 此外 普京作为国家元首 也拥有豁免权 2014年7月17日 MH-17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途中 被从乌克兰东部发射的俄罗斯导弹 击落这架波音777飞机上的298人全部罹难 俄罗斯方面否认与此事有关 并拒绝配合国际调查 荷兰检察官波茨莱尔表示 有强烈迹象表明 普京总统在总统级别 做出了提供导弹系统的决定 调查人员已证实 导弹击落了在10公里高空飞行的马来西亚飞机 他在海牙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虽然我们说的是强烈的迹象 但还未达到完整和确凿证据的高标准 这一消息是在荷兰一家法院 判定两名俄罗斯人和一名乌克兰人 因这场灾难谋杀 而被定罪后不到三个月宣布的 俄罗斯人吉尔金和杜宾斯基 以及乌克兰人哈尔琴科这三人 并没有出庭受审 也不太可能服完无期徒刑 在坠机事故中丧生的人中 约有196人来自荷兰 荷兰首相吕特表示 虽然国际联合法院暂停调查的决定 令人深感失望 但荷兰政府将继续要求俄罗斯的责任 澳大利亚是38名乘客的故乡 该国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 外交部长黄英贤和司法部长德雷福斯表示 俄罗斯曾多次试图阻捞调查 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 及其对调查缺乏合作 使得目前无法进行持续的调查 和收集证据 他们补充说 澳大利亚将要求俄罗斯 对其在击落民用飞机中的角色负责 俄罗斯谴责法院 对这三人定罪的判决是可耻的 并且是出于政治动机 由荷兰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比利时 和乌克兰组成的国际联合法院表示 但命令链是明确的 他们称 俄罗斯官员甚至推迟了 向乌克兰分裂分子运送武器的决定 因为普京2014年6月 在法国参加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 他们还播放了截获的一名顾问的通话 其中称 推迟是 因为只有一个人能做决定 即目前正在法国参加峰会的人 在与来自乌克兰卢干斯克地区的 分离主义领导人的另一通电话中 也可以听到普京本人谈到军事部分 受害者家属表示 他们对停止调查的决定深感失望 其他有关MH17的案件 也在追查中 荷兰和乌克兰政府 正在欧洲人权法院起诉俄罗斯 而荷兰和澳大利亚政府 也已开始向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提起诉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